嘿,各位關注一格式頻道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的這個地方是台中的豐原 其實啊,豐原這個地方是木工雞的重鎮 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探索一下這個地方 OK,那這裡是我們的立委木工 每次都會有人想要叫我唱歌 好啦,我今天就來唱一首跟木工雞有關的歌好了 待會我唱這首歌呢 那如果猜得到的人呢,幫我在這個YouTube下面留言 留言的人呢,我們就送你一個袋子 OK,是我們的20週年的這個紀念的袋子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bric song OK,沒有音樂真的太乾了 OK,我們走吧 咦,富家姐 你們這個機台用到一格是什麼樣的產品 我們用那個你們的拖鏈跟那個耐擾取的電線 那你覺得我們一格式的東西有什麼樣的一個優勢呢 我覺得它除了是國際品牌,客戶很喜歡之外啊 它也簡易安裝 它又很防塵耐穴,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然後加上說一格式可以提供百分之百的客製化 就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台Z軸很小,只有兩三百 那一格式這邊竟然還可以提供相對應的鏈條 我也是滿驚訝的 我們設備啊,有使用一格式的產品在這邊拖鏈 我們X軸跟那個Y軸都有使用 這個拖鏈啊,它的防塵密度很高 所以當粉屑掉在那個軌道上的時候,它會被帶走 我覺得是很好的設計 我們又使用一格式開放式鏈條 那你現在看到它這個尺寸比較大 那相對的它的強度也比較強 加上它這邊雙邊都是可以拆裝的 所以對於我們的工程師來講是比較好去做那個調整 那你4月20號到23號啊,那個木工集團 對這個展覽有什麼期待嗎? 我覺得因為解封的關係 我相信會有很多國外買主來參觀 然後我們的攤位在K0106地位木工集線 耶,歡迎大家來參觀 想要選擇嗎? 欸,趙大哥,這時候怎麼選啊? 現在就是要壓大小啦 所以你要按這邊大或小 壓大小? 對!壓中就會乘以2 是喔? 對! 喔! 欸!中了! 欸,趙大哥,是 那目前用一格式的電線線材 我覺得用起來的心得怎麼樣 我們早期用一格式的線材 都是比較算是特殊場合 或者是說客人指定要去解決一些問題 就像原本電線材壞掉 或者是受到干擾 遇到這種情況之後 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想要 用一格式的線材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用到後面 會用後來又出一些比較經濟款式 對 所以就有機會可以在整套設備上全面的導入 那大概是用在什麼產業方面 我們這邊主要會比較多應用在木工機場 木工機場 對 所以就會需要賣勞取 然後看看老人的能力也要好 像我們這次去日本 對 那客人看到我們用的線鏡是比較小的 他一開始會質疑說 因為我們這次用太小 對 那我就跟他說我們用的是一格式的線材 對 然後他們就說OKOK 聽到就覺得 他們就懂了說 為什麼我們會選那種看起來比較小的線材 但其實那樣的速度是夠的 像我們的木工機很長 會有魚尾龍 因為它的防護等級較高 對 所以跟客人一直定魚尾龍 那我們就推出一格式之後 就不太會有問題 對 對 然後有遇過一次是說 客戶要你們那個多型線 魚尺都會有線色 對 然後你們的線色是符合一個規範 啊 國際的規範 對 對 那時候他就是說 我線材一定要符這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看手勢 欸確實 自由 對 對啊 就沒有問題 就直接上 對 譬如說他們用了兩年 因為 木工機的環境比較不好 有一些木屑啦 其他品牌的話 可能在這方面會 就比較有 一段期間以後 可能就卡住了 可能一段期間以後 大概兩三年以後 就開始慢慢出問題 後來就是 那類客人有反應這個問題嘛 所以說後來 接觸你們的產品以後 目前呢 用大概三四年到 對 基本上 客人的反應是還OK 那過去我們 這種機型 碰到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只用一段時間以後 脫鏈會脫開 還有就是它裡面的電線 因為它長時間在移動 所以它電線可能會變成扭曲 然後一段時間以後 就可能會斷 那我們現在 改用一格斯的這個 產品以後呢 就是幫我們品質提升了很多 對我們這個機型 有很大的幫助 哈囉大家好 經常關注一格斯頻道的朋友們呢 應該在各大展覽會場 會看到我們這個橘色的袋子 那這個袋子呢 我們會讓它出現在我們的 下一個展覽 也就是我們的 With Taiwan 2023 木工機展 那這個展覽呢 睽違了五年 終於再度強勢回歸 我們非常的期待 那時間點呢 是在我們的 4月20號到4月23號 星期四到星期日 那有收到我們的 食品要請卡的朋友們呢 歡迎來到我們的攤位 J0102 給我們對換我們的 神秘小禮物 登登 還有我們跟 德國科隆聯名的 啤酒禮盒 OK 我們到時候 不見不散